这个学生妹坐在椅子上 真正的看着仆人们 往她眼前摆上凳子 轻轻抬起她的腿 蒙上红毒 在她脚底有节奏的敲打针 一旁的老仆人则忙着在屋内点上大红灯 直到整个房间灯火通灵 迎着最喜庆的颜色 宋连不过19岁 刚考上大学没多久 因为家中变过急需用钱 就被迫辍学 被妈妈卖给陈家当的四太人 晚上 她换上红衣静静坐着等待老爷见 这个老男人推门而入的时候 她的内心毫无波澜 男人也不关心她等了多久 只关心她能不能伺候好自己 放下沙掌和老爷躺到床上 宋连感到一阵不自在 问老爷能不能把灯灭了 却被老爷一口回拒 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 才点这么多灯呢 两两难难的都好 三分钟后 老爷完事了 房门也随即被人敲响 原来是隔壁院三太太的仆人 说三太太突发疾病 非得要老爷过去一趟 老爷无奈只能离开她 而消息传出去 三院很快也点起了一排排大红灯 新婚之夜被独自丢下 宋连看着满屋子的红 举起其中一个灯 抹了抹眼泪 觉得又凄凉又孤寂 第二天一走 宋连就被安排着去拜见了大太太 大太太看上去是个持斩念国的好人 并没有为难宋连就让她离开了 到了二太太这儿 二太太显得相当热情 将宋连迎进了屋内 与宋连细细地唠了好一会儿 二太太问宋连锤脚疏风 宋连以为这是太太们日常都有的福利 二太太扑斥一声笑 老爷要中哪院 哪院才点灯锤脚 宋连正惊讶 二太太又说 要是能天天锤脚 那可就能在陈家横着走论 听说宋连准备去拜见三太太 二太太又告诉她 这位可是以前戏班子的名单 偷得老爷宠爱 果然三太太是个不好相处的 连宋连的面也不愿意见 只让自己儿子出来溜达一圈了事 宋连心里有气 转身就走 吃饭的时候 宋连总算见着了传闻中的三太太 这人也真是 新婚这一喊走老爷就算了 穿得比宋连还像个新娘子 找规矩 昨晚被点了灯 今天就能点菜 宋连不爱吃肉 给自己点了个菠菜豆腐 享受过权力的滋味 宋连再被垂头 一改最开始的不是一 变得满足而愉快 可三太太极度心一击 每次宋连和老爷你浓我浓的时候 就派人来找老爷 为了照顾宋连的面子 老爷自然也没有次次离开 宋连早该知道 老爷这样的男人 是不可能对谁一心一意 而他更不可能是老爷的最后一个女人 因此当他无意撞见老爷 和自己的丫鬟亲亲我我的时候 心里觉得万分委屈 他想和老爷闹脾气 但老爷一点也不在意 自这之后 老爷还真就不往他这而来了 这个女人穿着一双红色袖衣 扑住的摩擦的双脚 他缓缓闭上眼睛 想象这是有人在帮自己锤打脚的 自从老爷不再重新宋连 宋连心里越发觉得苦闷 他把让自己和老爷吵架的 罪魁祸首喊了过来 别以为老爷摸你一把 你就怎么样 你成天挂服死人脸给谁看 老爷不来 宋连也知道他是去了三太太那儿 他登上高高的屋里 看着三太太那边大红灯笼高高光 听着三太太悦耳的歌声 走着走着 宋连看见了一个上了锁的小屋子 透过门缝 发现里面不满灰尘 还有女人破旧的绣花鞋 争巧二太太找宋连闹客 感慨万千的他告诉二太太 自己打算摆烂 反正男人不值得 可二太太却劝他不要轻易躺平 你要是几天谁不上见了 连下雨的这场都会是一样 他问起屋顶那间小屋 二太太说那是死人物 只要宋连不要过多打听 自己也不愿透露更多 就如二太太所言 失了宠的宋连 也没了点菜的权利 吃饭的时候 得宠的三太太知道宋连最讨厌荤菜 就往宋连的雷点上踩 气得宋连摔碗出门 回房间后 他拿出一把笛子 细细端详 很快三太太就来找宋连了 不过这次他没有想要为难宋连 而是约着宋连一起去打麻将 拗不过三太太 宋连便跟着一起去 可这一晚又错过了老爷 老爷见宋连不在屋内等着自己 更加生气了 得知自己错过了老爷 宋连有些失落 手一斗牌掉在了地上 当他弯腰剪牌 经意外看见三太太的脚 不停地在旁边高医生的腿上磨仓 宋连不敢声张 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是啊 老爷沾话惹草 宜太太们找找男人又怎样 回去后 宋连就发现自己的笛子不见了 他问丫鬟是不是偷了笛子 丫鬟一个句否认 想起丫鬟成天勾搭老爷 宋连笃定他就是想扳倒自己 趁机上楼 便抓着他一路来到丫鬟房间 丫鬟屋内闪烁着刺眼的轰 宋连惊呆了 宋连翻箱倒柜 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笛子 却找到了一个写着他名字的小人 上面还扎满了针 遮下宋连蹦不住 可他冷静一想 这丫鬟没读过书 诅咒娃娃不应该是丫鬟做的 在逼问之下 才知道这竟是二太太的手笔 没想到下来是个老好人的二太太 竟会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而自己的笛子 也是二太太头子 上交给老爷的 在当时笛子是男人的东西 老爷怀疑宋连出轨 宋连这才缓缓告诉老爷真相 我夫妻的遗物 可及时解开了误会 笛子也不在 因为老爷早就让人把他烧了 二太太再来找宋连帮自己剪头发 宋连气不打一处来 手起刀落间将二太太的耳朵剪了 三太太也来找宋连 笑得一味深长 她早知道二太太的德行 劝宋连千万不要放过这个蛇蝎女人 陈家四太太的屋外 点上了一排排喜庆的长明灯 整个臣服的人都知道 四太太正是怀孕了 四太太从此获得老爷的特殊照顾 日日有人帮忙捶腿 天天有丫鬟端茶喂饭 为了羞辱二太太 四太太宋连还假称自己有印身子不爽快 让老爷还二太太给自己捏捏背 这可把二太太气坏了 不过宋连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 丫鬟准备给她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她的裤子上有一块鲜红的血迹 瞬间明白了宋连这是假鱼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二太太 有了这个大好消息 二太太自然要做点什么 她向老爷提出要高医生给宋连诊诊脉 看看需不需要补胎 她的体贴倒是让老爷很欣慕 可高医生带给老爷的消息 则让老爷气得心肝疼 直到宋连假孕后 老爷就让人把那一排排红灯笼给灭了 一个个黑带子照上了红灯笼 从此宋连屋头封了灯 因为临了雨 宋连决心把别人的伞都撕了 她闯进丫鬟房里 把丫鬟的红灯笼也给灭了 一个个丢到院子里 一个丫鬟 偷着在屋里点灯笼 这灯笼是你随便点的吗 丫鬟被罚跪在雪地里 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梦想 被焚烧殆尽 她就这样跪了一夜 第二天冻僵硬了 便被下人们抬走了 三太太想安慰宋连 宋连却说她早就不在乎被封灯了 还说了不少丧气话 我就是不明白 在这个院里 人算个什么东西 像狗 像猫 像耗子 什么都像 就是不像人 三太太劝她自己在生活中找点乐子 她却出言讽刺 三姐当然可以寻开心的 你可以去找你那个像号的高医生 二十岁生日这天 宋连像是老了十岁一般 吵着闹着非要喝酒 结果喝了个鸣顶大醉 见到来看笑话的二太太 不下心将所有秘密合盘拖出 谁笑话我呀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 你有老爷疼你 没想去找他那个像好的刚一上去了 这下可以好 刚扳倒四太太 又能弄粮三太太 二太太很快就行动了 三太太被抓紧在床 吓人们堵住她的嘴 将她关进了死人屋里 宋连去偷偷看过一眼 此后便疯了 他将自己屋内黑不溜秋的灯罩全盖开 点亮了一盏盏红灯 播放了三太太生前的唱片 一个人静静做了一夜 而她也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 第二年 五太太被老爷娶进了门 一如当年宋连一般 清纯可爱不安世事 一盏盏红灯弄硬的她更加娇巧 噼里啪了的垂腿升重 五太太问起了宋连的身份 换来的是吓人的嫌弃 以前的四太太 老是有毛病了 这是那个年代 身材大院女人的悲哀 揪起一生被一个男人捆绑 像是男人的一件衣服 想穿就穿 想脱就脱 没有自由没有理想 在失去宠爱之后 只能在孤寂中慢慢老去 红灯弄再喜庆也无法改变 她们生命中莫大的悲哀 言之五太太又何尝不会是下一个四太太